來到彰化鹿港 除了感受濃濃懷舊氣息 更是不能錯過老街的傳統美食 而鹿港美食白白種 酥炸蝦喉總是最熱門強壽 但要捕捉這鹿港特有海味 可不輕鬆 大哥你太扯了 你剛才應該是不是演戲 欸 真的欸 我要身體頂住欸 水這麼強喔大哥 欸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講的 我現在只有身體頂著這個 勞施動眾出動大型消防水管 才能衝出躲在沙地下的蝦喉 而鹿港有句諺語 一隻蝦喉配三碗粥 就是因為早期鹿港淹海居民親苦 所以靠醃漬蝦喉來賭國三餐 但後來鹿港因為填海造地 蝦喉氣息地受到破壞 因此產量銳減價格高漲 反倒成了稀有珍貴的美食 要這麼深喔 好像要到腰耶 現在都還沒看到喔 有欸 看不出來啊 要是大哥沒指位子我會看不太出來 全世界的蝦喉有100多種 而鹿港蝦喉是生長於潮間帶的 鱸骨蝦 在台灣就屬彰化一帶沿海 分布最普遍 早期漁民們捕撈都用鐵場挖掘 費時又費力 近年來改用抽水馬達 將水管插入泥沙中 灌入強勁水柱 直接注入蝦喉氣息的洞穴 再用鐵板圍住 輕鬆就能大量捕撈 蝦喉最傳統的吃法 是以鹽巴大量醃漬 鹹鹹的蝦喉不但下飯 更是早期淘害人家 補充蛋白質的重要來源 而蝦喉裹粉後下鍋油炸 起鍋後剪成末狀 拌炒成香料 放在牛舌餅上 滋味更是絕配 要感受鹿港的在地海鮮美味 蝦喉一定不能錯過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